媒体人在脸书上发文指控 曾遭国民党立委 时任华联县长傅昆奇性骚扰 时间发生在2014年 当时傅昆奇想要局间统合国民党选举 邀请了首都市长以及媒体参序 而傅昆奇就坐在他的右手边 没想到两人聊天过程中 傅昆奇突然抓起他的手 吃到尾声还突然站起来 抱住他的头亲吻 他立刻挣脱并大声斥骂 事件也受到民进党立委关注 对此傅昆奇发出声明表示 从政20年来从未利用权力关系 骚扰女性或下属 也从未约女性私下单独见面 台人接受司法及国民党 性贫机制最严格检验 不过受害媒体人二次发文表示 当时发生的事 时任台北市长郝龙斌能替他作证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竞选办公室 则呼吓党中央因主动调查 介入处理 针对任何侵犯身体自主权的行为 我们绝不允许更不会做事不管 更不容许任何妥协空间 因此我们要呼吁党中央绝对不要轻忽此事 应该主动针对举报内容 积极的介入调查 政坛性骚脸环抱 如今也烧到国民党中央 二度发出声明强调 以启动党内性贫调查机制 就怕事件延烧冲击选情 华市新闻综合报道 本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